厲害了我的採訪套組 當手機要裝這些東西的時候 通常是沒有辦法走路的 因為東西太多了 裝了廣角鏡 裝了指向麥克風 裝了燈 裝了行動電源 再裝上無線麥克風 這麼多東西 通常裝下去就是在一個Holder三腳架上面 唉 沒辦法動 只能靜靜的 守候被你拍攝的對象 這樣子難道就屈服了嗎 難道你這樣子就好了嗎 難道這樣你就夠了嗎 不行 創作不能受到這番限制 都冬咚咚枪枪 都冬咚枪 哎呀 這不是武龍武師 這是告訴你一件事 居然iPhone的防手震 你只要加這一軸 适当的拍法 适当的走位 适当的轻柔 记得这里不能出力 千万不要出力 扶着就可以了 因为出力会 我常常在教的 出力会 会离小龙啦 好不好 那么在作业的时候 我们就要这样子 比较轻柔的寒柱 用寒的 寒 寒柱之后呢 轻轻的走步 画面我告诉你 不输三轴 虽然它只有一轴 不输三轴 那难道它打到三轴市场吗 其实不是这个取向 三轴市场就是 不要装这些配备 单纯在用 稳得不得了 这个装了用呢 基本上比较吃功夫 三轴呢 基本上功夫就交给 三轴您不需要 花太大的力气 这个要花点力气 技术的力气 要花点技术的力气 好 广角跟不广角都OK的 记得下面有个扭 或者上面都可以 有个控制扭 按一下 这是软的 适合比较轻的手机 好 再按一下 硬邦邦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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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下面这个扭是这样 好 按两下 光机 好 按两下光机 长按 下面这个地方长按 一 二 三 长按 它就开机 好的 再来 开机 我是呈现横的状态 好 长 按两下 吸掉 那我要拍直的怎么办呢 拍直的 一 二 三 好 它就拍直了 好 拍直的时候 你会担心传邦没有关系 只要稍微再降下来 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你就 咚咚咚咚强 咚咚咚咚强 好 力量再加大 这里 按一下 力量再加大 就很硬了 你就可以拍出直幅的画面 而且是稳稳的 稳的不要不要的 稳的不要不要的 降下来一点点 避免穿邦 好的 以上呢 这样的一个方案 我们暂时称之为 我要怎么定名它呢 一个口字形 那我们就称之为K 那么这个是 SX1 那我们就称之为 K S 口字形 SX1 KS-01 套件 KS-01 套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